天哥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崇高的一個地位 你知道嗎 真的 就是一個很尊重的一個 當神在伴 我們只要像神一樣 不用這樣 把我當你們的弟弟就好了 有什麼好東西 就是 Lonita就是感覺 好像在罵自己的弟弟一樣 一直在罵天哥 在節目上的時候 一直噼哩啪啦 噼哩啪 對 你就不懂了 你就不懂 天哥就是喜歡被人家罵 而且有的時候罵他也是為了他好 因為天哥真的很常講話都很不誠懇 他就是會很怕真的太長 譬如說小優啊 小優亮 然後連眼睛都沒有在看 他就說MG啊 你今天表現真好 我要再看別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很沒有地方 因為我才會罵你 你其實這樣很不誠懇 我覺得不OK 我已經下定 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讚美小優了 你還要我看著他講 會不會太欺負人 好 來 有時候不會過人 會不會太欺負人 你就看著我 看著我 他也這樣講我 沒有啦 是這樣子啦 沒有 因為Lonita 他有些時候他就會覺得說 不懂的事情他就當作沒有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時候不瞭解我 他就覺得我好像沒有真的 在看別人 所以要是因為你的眼睛很大 所以你看哪裡太明顯了 你太明顯 如果是立東 我可能還搞不清我說 他有在看我們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但你沒有在看真的很明顯 我覺得你 你今天說要加強演技 演技喔 所以我就講 所以我就講 所以蘿莉塔有一些東西 他不懂的時候 他就當作是沒有 他就覺得你根本沒心 沒什麼 其實是他看不懂 但我也在那邊謝謝蘿莉塔 因為即便蘿莉塔這樣講 我還是愛她 我還是祝福她 可是你看著我講 我還是 我還是肯定 你看著熊熊 為什麼是看著熊熊 蘿莉塔 我真的覺得妳也好漂亮 妳看著熊熊的胸部 跟我講這個 妳好漂亮 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 我沒追準 真的很不會做人 蘿莉塔 終於有一天 蘿莉塔 你終於有一天你會懂 蘿莉塔 天哥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都是看蘿莉塔 你知道嗎 你這麼可愛 你終於一天會懂我 那是怎麼看對邊吧你 來… 我們再來聽聽 誰 來 郭哥哥又要講誰 來 我覺得全場最不會做人的 絕對是森達哥 他那種 我跟你講 他那種不會做人 甚至會斷送自己的演藝生涯 有可能 有時候就看他上一些節目 為了要做效果 就會跟一些演藝大哥 那純槍舌戰都沒在怕的 我記得有一次 他去那個憲哥的節目 當節目的館主 可能憲哥有點小違反 那個遊戲規則 包庇囉 對 他就非常罪義領來 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通常都會稍微敬老尊賢一下 讓一下對不對 森達哥就用他冷面跟憲哥說 我們一直都是堅持著公平 公開 公正的原則 是 對啊 這時候憲哥臉色就看節目 已經有點小便臭感 小便 結果他還補一句說 憲哥 你這樣不只輸了比賽 啊 的確是森達會講的話 我那時候看到這事 到時候一口涼氣 就很怕他被演藝圈封殺 就是其實我們身為這種 演藝圈的諧星啊 硬派的這種角色 硬派 因為有些人就是到最後開玩笑 開到自己感覺很沒有人格跟尊嚴 我們是捍衛自己的玩笑的底線 我們試圖跟這個體制衝撞 衝撞到後來發現 真的撞了 撞了一口水 所以你事後 你事後去回想 回想說到底這個錯在誰身上 這剛好給你們一個機會教育 就是 其實開玩笑的方式千百種 然後每一個派你 都可以做到自己要的效果 但是當事人覺得開不開心 也取決於這個玩笑成不成立 所以當你把這個玩笑 哇 重磅的開在這個人身上 結果到最後他哭了 或者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玩笑其實不是成功 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把我這個演藝圈 他今天被冷凍這三年的精華 失敗的案例 是 像他剛剛這樣直接把我的蒼巴 這樣直接撕開 他這個玩笑這樣做 我覺得是恰到好處 對啊 再繼續 繼續加油 謝謝 被讚賞 他這個道理 他被冷凍三年 他終於誤到 我是進演藝圈前我就知道 真的 對… 是要清楚這些事 是剛剛那件事情 對 就是那件事情 但是是我自己要拿捏分寸 你看 就是這樣 他做完了以後覺得說 自己可能吃了一點虧 還是說受一點傷 但是他自己會去想 然後再把自己進化 我覺得這個就很棒 對 他會先沉澱 然後製作單位就說 全面停我做任何效果 就全面停 我那時候 完蛋 我要回頭找製作單位 我那時候太好了 認識搶不搶 他就直接拱我打給你 直接打給你直升機過來救我 他直接打給他 他直接打到球裡 他把油品會載你到深海衝出去 中間 什麼要到深海 把他丟掉是不是 把他再到深海衝出去 好 因為我們家老公是 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本來他就覺得是對的 他就想要把他做好 像他之前不是就會跟 就是鬥哥 康哥 還有就是東哥有沒有 他們都會去大阪玩 康哥說一小時後 我們就這邊集合要去吃燒肉 這時候森達提出異議了 他說康哥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有一家百貨公司 在半小時後要關門 我要先去幫我老婆買錶帶 然後他又把康哥拉著走 我說走…先陪我去買錶帶 結果他就在百貨公司 樓下等了半小時 然後在那個寒風中那個下雪 這樣很冷的時候 然後下來的時候 沒有下雪 妳怎麼也灌水 沒有灌水 沒有灌水 大阪要下雪 稍微抬水 學壞了 偏大發那個東西 大家都講話都不老實 沒有 就是因為我本身手頭 也不是說非常富裕的人 我其實也不是說常去日本 我難得去了 然後因為跟兄弟們這樣聚會 一天可以吃三餐 可是那一家百貨公司錯過了 就沒有辦法 買那個 我的妻 對 我的妻 我們就在一個事 真的就在大阪聽他講完這一段 你都在現場 不是嗎 我們都已經很餓了 又餓又想吐 因為他講很噁心嘛 他講很噁心 又很餓吧 我看了康哥那個臉已經結 歪掉 結死面 結死面那個 我們還說康哥 你想一下牛肉很好吃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他就說 一語殘剩 很好耶 有一代傳一代 所以森達到現在演藝世界 沒有什麼成就就是 就是因為妳 在一些關鍵的轉折做錯了決定 對 關鍵轉折 把三年的精華濃縮給妳 對 感知如意 奇怪 今天我們又沒有要叫妳來上課 對啊 不然一個老師跑出來 小櫻妳要說 我覺得若琪姐就是 就是像有一次 是啊 我們在聊婆媳的主題 妳就分享 妳就是剛嫁進去的時候 妳要幫婆婆忙 妳問她說妳要不要幫忙 她就跟妳說不用 妳就真的走出去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就是單純到有點捨不得罵這樣 對 因為我是屬於會幫到忙的 我怕我進去 她說不要幫忙 我又越幫越幫 這樣她會更生氣 我就是體貼她說 好 那她真的叫我不要幫忙 我就真的不要幫忙 是 而且我們楊氏嘉訓有寫 婆婆說不用幫忙就是不用幫忙 好 OK 好想說妳要寫 妳寫是家務室輪得到妳插嘴 哇 寵妻啊 寵妻 好不會做人 寵妻 她只是一個小孩 你幹嘛這樣 她就是被說什麼 發現 深達演藝事業 演藝事業被冷凍有一半有 事實上是因為太太 對 但是我們今天這邊有接到爆料 對 我手下這個就是爆料 爆料的卷軸 有 卷軸 有 不會做人的事蹟 第一個不會做人的事蹟 當眾打臉合作廠商老闆 這個是 這個是大忌 深達妳就承認吧 這真的 不過應該又是妳吧 深達 我沒有合作廠商 不是我 他沒有在做廠商 我沒有合作廠商 因為連廠商都不跟他合作 所以他沒有 廠商都跑了 所以他自己 這超白目 我已經學會 是誰 我啦 是我 那我真的 那時候也不是故意的 那時候真的也是無心之過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那個 法品的合作廠商 然後他就找我去出席他們的活動 那個活動就是他們有出一系列 什麼可以保護頭皮 讓頭髮長得比較茂盛的 然後那一系列的產品這樣子 反正最後活動 要結束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有出來跟大家打招呼 結果一看到那個老闆 我就一頭霧水 因為它是 跟聚訓宴一樣那種光的 那時候看到我就有嚇到 想說蛤 他是研發這個產品的老闆 我就有認了一下 反正後來他就有來那個 來租桌跟大家打招呼 那個旁邊的那個小 就是他們的公關姐問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老闆這樣子 我就不小心脫口問出說 老闆 妳都沒有頭髮 妳怎麼會做這個產品 妳是怎麼真的有效嗎 好像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就很乖 真的後來鄉下很白目 然後又好奇 應該要先誇她說 哎呀 好亮 這個老闆這個頭又圓又光又亮 皮膚真好 都阿姨是用了妳這個洗髮精之後 是不是大家頭皮都可以像妳一樣 這麼健康 確定好 確定好 頭皮 OK 這要注意一下 來 還有不會做人的時間 第二個爆料 來 有了吃 忘了霸 有了霸吧 都可以忘記 忘記 是我 阿姨好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情有可原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屏東人 我們這有過年才有吃 有關係 過年才能吃嗎 因為我過年才會回屏東 但你過年一整年你就累積了 我太想要吃那個夜市的頭頭魚雞了 然後我爸那天就 我爸爸說你要去買頭頭魚雞 我說對 他說你記得買我一碗 因為我也想吃 隔壁的王阿伯也知道 我們要去買頭頭魚雞 對 一定會去 阿伯要回去 對 然後他就帶 森達就騎摩托車帶我們就衝過去 因為快要打烊了 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爸說他要吃兩碗 然後他一碗 我一碗 我四碗 我說老闆四碗頭頭魚雞 老闆就這樣咬 正在咬他們在收攤了 他說你要四碗 我這邊一碗都不到 我說蛤 那你還要嗎 我說我要 你不要打包 你就直接裝到旁邊那個碗裡面 我直接在現場刻起來 然後我就 現場我就趕快把那碗吃 我吃超狼吞無業 我也沒有問他要不要吃 因為我太想吃 我老公就說 你剩下這一包 你應該是他們拿回去給你爸吃 因為他說他也很想吃 可是你想想我一年沒有吃了 我太想吃 他住屏東他想吃 就自己起來買就好啦 對啊 那我就太想吃了 回去的時候我爸說 你有買東西給你媽 我說沒有 太晚去收工了這樣 所以這個料就是你爆的 對 就是我本人 我看在眼裡 我說哇 這個很冷血 我突然以前就是把它放到我心頭 我想說要是我先走了或怎麼樣 他怎麼照顧自己 後來我發現不用我擔心 對 他會把自己放在裡面 你想會這麼邏輯 他會請你吃閉門羹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好像就是比較不會做人 他們真的就是只顧自己比較多 真的 他們就是比較自我為中心 因為像我近期有一個感 我沒有 其實我真的不是 我跟你講我近期有個感受 就是像我們現在常常去錄影 梳化 我們其實以前有個道理 就是要敬老尊賢 以及先來後到的道理 但是現在近期年輕的朋友 他們就我們可能坐在那邊等梳化了 結果他們一進來 就直接坐到那個梳化的空位 比如說現在有三個 然後好不容易現在一個沒了 我其實正準備要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個剛來的妹妹 就坐下去囉 大風吹他先到 好 他大風吹就先 先站位了 沒有 我看了一下 不是現場的 是誰 他今天沒來 對 是誰 我當下就講了一句話 我說 誰嘛 誰 我想知道 我不會講 我不好意思說出來 我希望他可以自己悔過 然後呢 幾個字 得罪人 有疊人 有疊人 學校哪個學生的 先讓我講完 那個機會 所以是日本人 不是… 然後呢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說 不好意思 先來後到喔這樣子 然後我就講了這句話 應該正常人就會起來 然後我就說 蛤 可是我已經畫一半 他就不讓我畫完 蛤 然後我當下 有在模仿嗎 沒有模仿 我搶頭髮 對 而且看起來頭髮很長 是長頭髮 誰 有在剝頭髮 你看我多會做人 我也沒有說出他是誰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其實這樣子 真的就是會影響到他的 就是演藝圈的那個生涯 因為像我就會對他產生不好的 就技術了 妳覺得後面一直投他刀 我不會投他刀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知道 他今天得罪是我就算 如果他今天得罪是比較大咖的呢 得罪妳很危險 因為妳都到處講 妳都會講 很危險 全都知道 對啊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分力量